自从 2015 年 Honda Malaysia 在我国发布了 HR-V 之后 我国市场就掀起了一阵这种小型跟中型 SUV 的风潮 可是作为日系老大之余的 Toyota 一直都没有相应的产品 到了去年我们才终于看到一款非常适合我国市场的中型 SUV 登场 那就是 Corolla Cross 而这款车型也成为了首款在我国 CKD 的 TNGA 车款 最近 UNW Toyota 也公布了 CKD 版本 Corolla Cross 的配备 对比 CBO 车型 这一次 CKD 版本配备增加的不少 而且还新增加了 Hybrid 的车款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 CKD 的 Corolla Cross 进步的多少 CBO 版本的 Corolla Cross 在今年年初引进我国市场 当时只有两个车型可以选择 分别是 1.8G 跟 1.8V 它们的差别主要是在外观的配置 例如说头灯组还有轮圈 以及只有顶级板才有 Toyota Safety Sense 可是在 CKD 的版本上面这些规格完全都进行了升级 首先 LED 头灯组成为了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这个可能会让买 CBO 车型的车主有一点点心痛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 Toyota Safety Sense 进行了升级 在此之前这个 CBO 版本 Corolla Cross 的 Toyota Safety Sense 呢 是没有这个 Stop and Go 功能的 可是在 CKD 版本之后就有了这个功能 所以同样的这个升级也是会让买 CBO 车型的车主有一点心痛 但是先买先享受啦 你们已经享受了那么久了 而且 CKD 的版本还要等 所以其实还是 OK 的 我们来讲一讲这款车的基本规格 虽然 UMW Toyota 把它宣称为 C-Segment 的 SUV 但是实际上它的车身尺码 是介于 B-Segment 跟 C-Segment 之前 它的轴距只有 2640mm 是比起 CHRV 等等车款稍微大一点点的 另外一点就是这款车采用的是 TNGA GSC 的平台打造 也就是跟这个 Corolla Holtis 还有 CHR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 CHR 更实用的版本 但是这个 Corolla Cross 跟 CHR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 就是 CHR 为了操控表现采用的是 Double Wishbone 的后悬吊 可是 Corolla Cross 为了空间以及舒适性 它采用的是 Torsion Beam 导致了它的操控对比 CHR 可能会略输一点点 但是空间的实用性会更强 至于在内装的部分 这款车它的内装其实跟 Corolla Holtis 是非常接近的 只是做出了一点点的小调整 例如说因为车高拉高的关系 所以他们把中控台稍微提高了一点 制造出更多的储物空间 不过在之前不管是 1.8G 或者是 1.8V 的版本 我们拥有的都是传统指针仪表 相信在 CKD 版本上面我们会看到数位化仪表 但是可能是 Hybrid 车型的专注 另外中控台的中间有一个 9 寸的大触屏主机 实际上这个使用效果还不错 虽然说边框可能出了一点点 可是不管是在亮度分辨率还有功能性上面 我都觉得它是相当不错的了 不过有一点大家可能会需要适应一下 因为 Corolla Cross 采用的还是传统的 脚踏式的泊车刹车 而不是电子手刹车 这个可能在你使用上面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 最后就是在空间表现跟舒适性上面的 Corolla Cross 的座椅设定非常的舒适 但是它的空间表现就像我们说的 介于 B 跟 C segment 之间 并不算是太出色 如果你是小家庭想要寻找一台家庭 SUV 的话 那么 Corolla Cross 可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啦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讲引擎 引擎的部分这个自然进气版本搭载的还是我们熟悉的 1.8L 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39 PS 峰值扭力 172 Nm 匹配的是 CVT 的变速箱 而这次 CKD 版本最大的惊喜就是 CKD 了这个混合动力的版本 这个混合动力的版本马力乍看之下是比起自然进气引擎还要低的 它的综合最大马力只有 122 PS 但是它的优势在于低排放跟低油耗 而且 GC 为了让更多的消费者去选择这个混合动力的版本 UNW Toyota 还会为这款车提供 8 年的电池保固期 也就是说在 8 年内呢 这个电池如果有损坏的话 你都可以回去原厂更换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个保障 也会让消费者更有信心去选择这个混合动力车款 但是详细的情况呢我们还是要等待官方的公布 目前官方并没有公布太多关于这些的详情 而在混合动力版本上面 它有四个驾驶模式可以选择 分别是 Sport Normal Eco EV EV版本就是在电池拥有足够的电量下 你可以以纯电动的方式来行驶 在市区驾驶的话这个纯电动的模式实际上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就讲到价格的部分了 因为目前政府有推行这个豁免SST的政策 所以新车都可以豁免一定程度的SST 在之前因为Coloracord是CBO的版本 所以只能够豁免50%的销售税 至于这次CQT版本则是可以豁免100%销售税 导致它的价格对比CBO的话 会有一点点的调整 例如说这一个 G版本呢 它的价格就下调了1000块 V版本价格下调一点点只有200多块 可是 有掉好过没有掉 而且配备还升级的 是不是很划算呢 最后就是要讲到这个 混合动力版本售价了 官方给出的预计价格是137,000令吉 你们觉得这个价格对一台SUV 还有混合动力车款来说 有没有竞争力呢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CORRACORS的简短介绍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讯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